好了,话说上次成功保卫萨勒洛,现在的目标就是弓箭波坦刹 长远看可不可以与盟友会合,于是我们继续扩张 这里打完人没得再动,我觉得很不方便,可能我玩惯吐吐了 我对散兵原本计划是直到波坦刹 为了万无一失都是落定黎夹一夹他 而英军炮兵会向蒙太拉前进,见到有敌军阵地,炮兵就可以发挥自身本色,用技能炸爆他 而萨拉洛的特种部队连就找上次的装甲部队复却 而技能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加CD那么弱智,都先升着来用一下 南方的德军似乎不甘被两面夹击,尝试向我方发起进攻 这次遭遇战会不同少少,就是给个炮兵和机枪阵地给你守 守到差不多就会赢 到下回合我乘性追击,而这次就是要主动摧毁三个目标,搞得如何就赢了 这两场遭遇战的共通点都是要减少选耗,而且一来就给你相当的兵力 直接就埋牙开拖,跟着炮兵进攻蒙太拉,这次总算不是什么罐头任务了 我有一种,我再吐槽就会输的感觉 Anyway,盟军打算利用这个地区进行补给 德军自然会慢搬阻撓,清除组心国在这里的威胁就成为了我们的任务 一开球我弄多队步兵,升个喷火器,齐人就准备开工了 由于他这里给了限时任务要占领村庄,于是我都强迫症地上去 布置好迫击炮后就向村庄发动进攻 迫击炮和火焰噴射器相管齐下 敌方的弹弹兵和追击手都无法抵挡 搞定入面一队弓兵后就顺利夺村庄 士兵们回去休整一下,同时建订二级建筑,一样做支援再具 然后部队重新向左边出发,路途看到平民放在这里就不知有什么用意 言归正转,周边据点的占领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里虽然看到Bunker,但他的方向是错的 得知反坦克步枪打得不够快,我就再找迫击炮炸一炸他 嘩,一下子就炸半血,这个东西都挺厉害的 就是这样,第一个目标轻松解决 一路攻上去,他还会非常贴心地给你增援据点给你 估计就是要用来应对这次德军的小规模反攻 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这架灰虹 匹匹对着我又有视野来说,就当然是反坦克炮时候 而他亦真的傻奸奸地站在原地,被我任射不生气 到残血先走人,还要走向我的方向 元首看到的话真是哭三声 AI 红坦克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走来走去 尤其是自走炮没有旋转炮台是更加大事 而且你见到AI好像没有优先攻击再绝的意识 打起上来压力就真的没什么了 然后继续用六磅炮打任务目标的西牛 可能西牛射程好些,起码他懂得反击 但作战效率就真的没得比 防御攻势是搞定了 不过德军重新集结兵力发起反攻 就是由下面删去我的基地 所以我们赶紧撤回总部 跟手再弄多些重机枪班和反坦 到他们来到,英军已经严阵以待 各类支援班和步兵齐全 他要真的攻得进来的话,起码都真的弄些炮击过来先 德军发动数次进攻后,英军总部仍然是丝毫无损 最终都不得不决定撤退 蒙泰拉就此到手,南面和北面的攻势也会持续进行 任何索菲亚再说些什么都改变不到续心国的败势 不过除了他之外,我们还收到游击队的求救呼叫 因此我们需要将其定位 大佬,你帮我定了,你还要我定些什么? 部队要走过去都很远 让我派偵察机过去探一探路 原来是当地游击队被德军压制 虽然人数不多,但我们这些正义之师无理由视而不见 拉拢游击队对意大利的战役绝对有利无害 于是Joe就带领我们去解救被困的游击队 慢点,MasterJoe,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为何我派偵察机过去,但触发的是一个陆战任务呢? 唉,算了,我们首先去和有军的追击手会合 清除山下的德国驻军,取得一个临时的指挥所 然后就开始上山清除幽灵上的敌人 这里都很靠追击手和喷火佬 这里后面有个驻扎机枪手的建筑物 追击手拿角度拿得好一点的话 就可以慢慢射低他们 BBQ附近的人,去解救被重机压制的有军 搞定敌人之后,SSF小队就会加入我们 他们拿着德军围留下来的机枪,才会回去回血 而原先的小队就继续前进,因为我怕游击队不矮 先解决上方的敌人,再攻击下面的士兵 解救成功之后,例牌又是德国人的反攻 不过我们有了游击队的帮忙,加上一地都是装 相信都没什么问题 首先是派手持重机枪和巴祖卡的士兵 进去外边的建筑,预留几队到处动的步兵 以及group 追击手 这里简单找山客的德军,试一下视角合不合用 为什么这个游击队神射手不能开枪? 不管了,敌方大部队就快来到,都是上回去 在大楼梯做多对沙包,楼下的德军基本上都是任我鱼肉 就算他派半里带车上来,都是一下子收档 大楼梯正面进攻就更加不可能得手 扔散兵是多有想法 但面对这么多士兵都注定是落地成盒 这个时候,有队敌人一下子冲到我后面 令我留意到有个人卡在这里 于是我叫行为一直有点古怪的游击队神射手进去 再叫他出来 原来真是你 唉,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很劲 不如爽手射到4号,结束他吧 好了,在重玩了一次之后 我们终于以一格偵察机的代价 成功提升和游击队的关系 然后继续攻略 刚刚飞机找到这么多阵地 找烂炮炸炸炸他都在所难免 即是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是所谓的难度所在 而散兵也是时候做回主要任务目标 英国佬见我十滑都未有一撇 都照吹我打巴里和有军会合 唉,可怕了 这里我散兵有弄炮兵分险队 但没有人口上限又令我弄不了炮 我都不再等了,直接冲过去拆了阵地算数 再拉蓝炮炸一炸他 咦,死了,应该是炸后面那些才对 有没有得买部光炸机补飞? 又是人口上限,要抢港口才有得加 死了,最初我是不是应该打过去拿玻里才对呢? 我方部队继续推进 卡拉布里亚的德军尝试走到波坦策 但都被我拦截成功 游击队继续出事件和给我新的根据地功能 不过我都没有空理了,因为我想专心打波坦策 抵受阵地的威胁,我都要硬冲上去 一开球去抢了高地的战略点,抢完就继续走前 见到有敌人在桥道,我们马上去占据高地位置 顺便享受一下难得的近镜画面 最激手当然都要帮拖 然后弓兵来掃一掃雷,大部队一起过桥 赶走桥梁另一边的敌人 大家就可以过... 嘩嘩嘩嘩,差点忘记地雷 sorry,我平时都是玩开人弱掃雷 在得到新的援军之后,我们都同时得到新的简报 多谢你啊,你的资讯真是很有用啊 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拿下三处德军的防御工事 看到我们主力都是Rifle Man 就整个兵营,升至白浪灵给他们 之后就步兵再巨在前 追击手在后阵营前进 德军Sliper? 正啊,最喜欢追击手对决 接着先南下抢点 奪取一堆物资 偷迫激炮走,然后回到北面 召白车过来,收拾一收拾 走前一点,会拿到前线增援点 不过我们有救护车呢? 这里最多都只是充当着紧急撤退点 接下来我们沿着边缘地方进攻 这里看到游戏真是好刻意地想突出地形高低差 所带来的战斗效果 加上视野问题,由低处攻上去 的确是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 高位还要放个AA在这里都很麻烦 我自己就用迫激炮先放烟挡住他的视线 再找散兵订个炸药包上去 一下就炸到他升天 而装备一般机枪的装甲车就不怕他了 哇,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都不敢默默然整堆人冲上去 让我逐少逐少部署在不同位置 很快我们就发现敌人 只是我又猜不到你支重机会放在旁边夹涉 我猜过设计是ASUME玩家由中间那边进攻才会这样摆 这里手楼弹清除部署 职理手支重器 mound 不过还有弗 Salut美白铭刮折一节力 很辛苦还要被积枪折 rolled nhưng仅仅聚能终深国尝试返攻 但没重型装甲的话 怕且都不相信 接着我们继续登向更高处 马上被机枪厄阵 我都不跟你客氣,先用迫擊炮放煙解除厄制 再用德國火炮炸他腦尾 有時越高的東西就越容易成為目標 美軍得以重啟攻勢,只是這條長命斜 真是出那個死那個 後退時還會有整班粉搶追出 見勢式不對勁又曉得回頭 實情有點催你不像 美軍沒事多,飛機大炮多 炸毀炮式後,德軍的防線總算都被攻破 廣場落入盟軍之首,即是德國 再派散兵反攻,血肉之驅也恐怕無所作為 頂你,空降列兵,打到好像萬歲衝鋒 DAI是不是真的弄得有點差? 經歷激烈的巷戰後,對面都已經沒什麼出手了 最後我再試一次這個入屋突破的技能 結果他還是卡住了 是否門口太小你進不到? 這裡看深一點,其實德軍士兵都卡住在地上 我自己估計可能是因為房子前後都有高低差的分別 但我就不肯定是否因為這個原因才會弄到東西禁擊 唉,靜靜靜靜,一發巴造卡搞定他算了 波坦拆的佔領,加強了盟軍的補給線 條線都打到這樣了,又沒理由不推 同時我都unlock其他升級項目 但今次我就玩到這裡先了 由於我還糾結,還做不做這個意大利戰役下去 不如就說了目前為止的換後感吧 所以整個感覺都挺差的 即是我明白戰役的遭遇戰是不應該做得太長 罐頭任務都是無可避免 但那些搶點任務是經常會遇到的遊戲類型 我覺得是非常兒戲或過分簡單 你可能說,定屬你直接rush去對面的基地 是你自己找來搞的 但很多佔點任務,我順著他的思路就這樣搶點 即是人都不用殺多個,隨隨便便便會贏了場仗 其實他還夾集了很多支線任務在裡面 什麼搶補給,搶反坦克炮諸如此類 只是一場戰鬥,可能都這麼快完結到 我真的有這麼大動力去做這些支線嗎? 與其搶點搶得這麼沒人 我寧願清一色是那些一例就有一堆兵 直接埋牙打架的任務 起碼符合他一個戰爭遊戲的主題 而遭遇戰太容易就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部隊的戰力比真的沒什麼疑似 我沒有實際對比過 戰力高和戰力低的情況 是不是有多了或者少了一隊兵 但我想說,我第一次很粗試玩的時候 我對散兵是直接通過四個敵方陣地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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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個的我都是碰行碰過 那真的好嗎? 他新造出來的城市多漂亮我多喜歡 地形稍稍變得複雜了,我是喜歡的 飛罐頭任務,例如舊遊擊隊這些我都OK 沒什麼太大的不滿 然而整體執行起來,算上那些很鉗的細節位 我真的很難想像遊戲在延期之前是什麼光景 不過先戴上頭盔吧 可能我戰役還是很早期的階段 我亦不是什麼專業的測試,就只有聽字吧 那這次也來到這裡,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